好那我接下来呢高利润的纸类产品分析 所以呢我们现在哦你就要快速的先去做这个分类 好怎么做这个分类呢 先把这个主纸类那个产品销售额利润率先复制 贴上我们快速的来去做纸类产品的一个分类 这边比较容易的讲法就是直接把它做成这个群组横条图 然后请把类别删掉 这样我觉得会比较好讲 这样看起来我先为了要先建立类别给你们看 所以所以我先把这张图放大 好请问在这个地方哦 请问在这个地方12%以上我会希望把它变成是一类 然后我想来去看这些这些就是主主要高利润的一个商品 他在各年间的一个销售额利润率的表现又是怎么样 这件事首先你要先画出这一张图 好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选选择8个12.03%以上的销售额利润率 所以选选择键按住点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 选到了以后滑鼠右键 这边有没有看到资料分组 请点资料分组 好接下来呢 接下来您假设你现在点选他新产生出来纸类别群组 我我喜欢把它叫做高利润的产品 高利润产品跟就是低利润产品 好所以 所以滑鼠右键重新命名 请把它的名称改成高利润产品 反正就是高低利润产品 反正这边就只有两个 那请问做这件事情 它是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它叫做新增资料行 好我们现在来去看 当你增加了一行资料 它就会在原有的资料的后面增加 你看在这边是不是分就两种 一种是什么 器具书架椅子 就我刚选择那八个 剩下就是没有选到的九个 它叫做其他 反正这边就只有两类 好了 这张图我要把它给删掉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你点它 然后点点点移除 我就想要知道高获利 高获利的纸产品 就是公司最重要的高销售额利润率的 那八个纸类别商品 它的一个各年销售额的表现又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画一张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高利润纸产品 分组统计图 我们现在要画是那个分组的图 好 所以请先拿这一张来去改画 所以各年销售额利润率 请点这是第一个 第二常用的复制 常用的贴上 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希望说 我们的下面这个类别 下面这个类别呢 不是订单日期 而是这个高利润纸产品分类 所以请把这个订单日期关掉 然后请勾高利润纸产品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重点 这是我们公司最主要的 八个纸类别 那我们现在去看 它在各年间的表现 好 那这家公司 它的表现的意识是指什么 一样是在下降 那其他呢 其他就不是这样子 其他的时候在2017年 它是最低的 但是2018年最高 可是这后面这两年也在下降 我觉得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 又是非常困难的叫相关性分析 我现在这个各年销售额利润率 这一张图我先把它给删掉 我要先画出一张 就是说那个明星商品的分类 所以麻烦请用这个群组横条图 就是自己额外先新画一张群组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各子类别的销售额 所以勾一下勾选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第二个是群组直条图 第三个是什么 子类别 第四个是销售额 我们应该关心的 其实只有这四个 第五个商品的销售额 直接这样子减少 就是这样子的减少 对不对 还是属于就是等于是说 高销售额的几个主要的子类别 可是从第四跑到第五 直接马上减少 然后再马上减少 急速的减少 这家公司好像可以划分为 就是A类 B类 C类 可以大概分成三体的商品 但是我觉得我们通常最关心的是明星商品 到底有没有是这样子的情形 好 来请选 请选第一个 然后你适合键或者是场错键都可以 反正就是我只要选到这四个 你知道你知道这四个 他在他在这个销售利润率里面 他并不是在最前面 但是也在满前面的 好 来滑鼠右键 点选四个任何一个选择资料分组 好 在这里 在这里 这才叫明星子类别商品 我们关心的应该是说 公司的明星子类别商品 他的那个销售额利润率 到底有没有在逐年下降 好 来 麻烦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 就是滑鼠右键 点选 刚刚做好的什么子类别群组 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这个我们叫做明星子类别 明星子类别 那剩下就是其他 所以又产生了一个 叫做资料行 也就是新增了一个 这个新增了一整行的资料 它叫明星子类别 好了 那这张图我们就可以删掉了 这张图我们就可以删掉了 好 我现在要重新画刚刚那一张 我现在我要知道就是说公司的那个明星子类别商品啊 它到底有没有受到这个各年销售额利润率的影响 它是从2017开始逐年下降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件事 首先请把第一张图复制 所以选到第一张各年销售额利润率 然后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视觉效果栏位的X轴请关掉 我不是要用日期 我是要用那个刚刚做出来的明星子类别 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勾选明星子类别 它就会自动放到X轴 好 所以其实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 好了 请点这个明星子类别商品 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现象